一直以来 我们看到的孔子形象都是假的 江西省南昌市一伙盗墓贼 竟意外挖出被篡改千年的历史 切开了孔子的真面貌 颠覆了世人的认知 史书中27天做满几千件坏事的皇帝 为何会在死后将孔子画像视作珍宝 随自己入土 墓中孔子画像上记载的生平身高 与史记中相差很大 难道证实也会错 接下来将带大家一起揭开孔子的真面貌 海昏红墓中出土了很多西式珍宝 但其中一件文物的出现 震惊了在场的考古专家 竟然在这里发现了孔子画像 在场的专家经过初步判断表示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 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孔子画像 我国在很多地方都会放有孔子的画像 他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额头凸起 还有些微胖 这无论是从哪个时代的审美观点出发 孔子也都算不上是个美男子 但是从墓中挖出来的画像来看 孔子的额头并没有高得那么夸张 身材十分修长 浑身上下透露着儒雅的气息 虽然画像经过长时间的腐蚀 但是仅从轮廓上看 算得上现在所说的氛围感帅哥 难道我们对孔子的固有印象 要被推翻 而且这幅画像 比现在的孔子画像早了一千多年 很有可能之前流传的孔子画像是假的 本以为这已经让大家更惊喜的了 没想到在画像上还有对孔子生平的记载 专家将画像带回实验室 对上面记载的文字进行研究 结果专家发现 上面对于孔子姓氏字有着完整记录 写着孔子自中尼姓孔子氏 在此前还没有一本古籍对这有详细的记载 这填补了孔子名字的空白 接着对上面的文字进行解析 发现了不得了的事情 画像上记载的一句话 让我们推断出了孔子的出生日期 鲁昭公六年 孔子盖萨义 也就是说 孔子是公元前五六六年出生的 可是这不对啊 这跟史书中的记载 却有很大不同 比史记中整整大了十五年 这到底哪个是真的 让专家们一头雾水 其实发现海昏猴目 还要感谢一伙盗墓贼 这还要从2011年2月说起 江西省南昌市关西村 一位村民在回家的路上 发现有一伙人鬼鬼祟祟的 那时候天已经很晚了 那帮人在那里干什么呢 看起来都不像是在做什么好事 而且看他们的穿着打扮 也不像是本地人 不仅如此 还东张西望的 好似是怕被人看见一样 这位村民立即警惕了起来 大晚上的 并不能看清那些人长什么样子 于是他就将车子大灯打开 并大声询问 他们是干什么的 一开始那伙人 并没有理会这位村民 毕竟他们人多事众 并不怕 但是车子的大灯打开 他们害怕自己的样子被看见 于是也没有逗留 向一旁的山里走去了 见这些人都走了 村民也就离开了 并没有向前去查看 但是回到家后 越想越不对劲 他决定明天再去那里看看 这一夜睡得并不怎么安稳 脑海里一直想着这件事 早上天刚亮他就起来了 这次他还叫上了几个村民 这一看可不得了 一个被挖得很深的洞 出现在眼前 而且向下望去 根本就看不见底 这下面到底有什么 那帮人为什么要挖这么深的洞 村民们决定下去看看 刚一进洞口 就闻到了一股奇异的香味 洞底还露出了一点木头 之前就听村里的老人说过 这边埋葬着一个王爷 本以为都是假的 这下村民们有点犯嘀咕了 于是赶紧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反应 江西省文武考古小队 接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重视 于是就立即组织成立了考古队 前去探查情况 考古队来到这里也被吓了一跳 这么大的一个盗洞 不知道里面的文武有没有被盗走 二话不说就准备进洞里看看 到底是什么情况 一如既往的 考古专家也闻到了那股异香 接着到洞底后 专家们仔细看了一下那些木头 初步判断是棺木 而且看棺木的层数可以知道 这座墓的主人身份一定十分尊贵 专家们也是激动不已 经过对周边的勘察 考古队发现 这其实是一个墓园 考古队立即上报 准备对这座古墓进行抢救性挖掘 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考古队立即行动 发现这座墓葬的陪葬区 基本上已经被盗墓贼洗劫一空了 考古专家发现 这座墓穴的规模非常大 而且初步判断是汉代大墓 在陪葬墓中 还发现了一个斗笠碗 经过检验是宋代的物品 可是这不是一个汉代大墓吗 怎么会出现宋代的东西 专家经过分析得出结论 陪葬墓可能在宋代 就被盗墓贼洗劫过 这个斗笠碗 也是当时宋代的盗墓贼 遗留在墓地当中的 根据考古队以往的挖掘的经验 可以知道 汉代的墓 封土堆都会特别高大显眼 再看看盗墓贼挖的盗洞 正好在封土堆的正中间 按照汉朝的丧葬习俗 墓主人的棺材 一般就在古墓市的正中央 这让考古专家 吓了一身冷汗 盗墓贼不会将主墓地 也洗劫一空了吧 怀着忐忑的心情 考古队开始对 海昏侯墓的 腹斗形风土进行挖掘 风土堆 可是实打实的夯土 非常难挖 这一挖就挖了小半年 主墓市的顶板露了出来 可以看到 经过长时间的腐蚀浸泡 墓顶板已经染成了黑色 他们整齐地排列着 再看木板上 有被破坏的痕迹 但好在并没有打通 考古专家感觉十分庆幸 仅仅差六公分 盗墓贼就得逞了 怀着激动的心情 专家们将最上面的挡板掀开了 里面灌满了积水 上面漂浮着大量的陪葬品 这番景象就算是参加了多次 考古工作的专家们也震惊了 首要任务就是想办法 将这些积水排出去 否则考古工作很难进行 正当大家为难的时候 其中一个专家想到了一个办法 在牧师的旁边挖了一口井 将积水都排到那个井里面 牧师的真实面貌露了出来 整座牧师呈现回子形 牧主人的棺果也出现在了眼前 为了对棺果内文物的保护 专家们决定将主墓整体打包 至实验室进行研究 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 当打开棺果时 却让专家们失望了 里面并没有尸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牧主人的尸体去哪里了 后来专家们对棺果里的文物进行了检测 发现了牧主人的牙齿 原来因为长时间积水的浸泡 牧主人的尸体已经完全腐烂 只留下了少许的骸骨 那么这个牧主人到底是谁呢 专家们能从保存在棺果中的文物 找出答案 一般在棺果中都会陪葬 还有牧主人信息的文物 果然没有让人失望 在牧主人腰间的位置 发现了一枚印章 印章上刻着刘鹤 看来牧主人的身份出来了 那就是刘鹤 那么这个刘鹤又是谁呢 专家们经过查阅史料发现 他是汉武帝的孙子 海昏侯刘鹤 历史上还称他为汉废帝 因为他仅仅当了27天的皇帝 做了几千件坏事 就被全臣给赶了下来 贬为了海昏侯 但是他的身份还是十分高贵的 从陪葬品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从棺果中最下面一层 铺满了满满的一百枚金饼 这是真的睡在了黄金堆里 不仅如此 金饼上还铺了一层 金丝编制的琉璃席 玉佩玉璧等随葬品应有尽有 十分尊贵奢华 在牧室中 各种珍贵的文物高达六千多件 里面五珠钱足足有十吨重 高度达到两米 连这些见诺识广的考古人员 都惊叹不已 毫不夸张地说 就是一个地下金库 但是最让人惊讶的 莫过于孔子的画像 在对海昏侯木清理的时候 一个巨型的铜板 引起了考古专家的注意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大家们将铜板上的泥土 清理干净后发现 原来这是汉代的穿衣镜 但是在穿衣镜的背面 却另有乾坤 孔子的画像和他的生平 就是在这上面 还是彩绘 可是历史上记载的海昏侯刘鹤 不是一个昏君吗 那在他的穿衣镜背面 为什么画有孔子的画像呢 连在穿衣打扮的时候 都用孔子的画像来勉励自己 难道历史上 对海昏侯刘鹤的记载有误 不仅如此 专家们在牧师中 还发现了一堆泥土 却没想到 泥土下竟然埋藏着 这么珍贵的文物 经过冲洗发现 原来是汉代竹简 上面密密麻麻 写满了文字 专家们经过试读后发现 竟然还有论语 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奇怪 论语不是一直都有流传吗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其实 论语在西汉之前 已经有好几个版本 只不过在西汉的时候 对论语进行了统一的修订 但是其中的内容 有些被删减掉了 流传到现在 里面的内容已经失传了 但是在海昏侯墓中 发现的论语版本 弥补了缺失的内容 重点是 这是在海昏侯刘鹤的墓中发现的 一般在墓中的陪葬品 都是墓主人生前喜爱的东西 论语出现在这里 说明海昏侯刘鹤生前 经常阅读论语 历史记载中的汉废帝刘鹤 是一个行为不端的人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 将孔子的画像 时刻放在穿衣镜上 把论语理记等文献 陪葬在墓中 这样一个人 真的是历史记载中 那样的昏庸吗 海昏侯墓出土的孔子画像 与之前流传下来的形象 有很大偏差 颠覆了世人 对孔子形象的认知 那么你认为 墓中孔子的画像 是孔子的真面貌吗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